大家好,我是莫吉,上次在改开的细节中我们谈了中共在改开初期大量引进项目和外商投资 今天我们来谈运民两地的经济特区是怎么搞起来的,在开放的过程中,又经历了怎样的政策反复 为什么首先开放的是广东、福建两省呢? 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广东、福建面临的压力比内地更大,对发展机遇的感受也更敏锐 特别是广东省,毗邻香港与澳门,历来是重要对外贸易口岸,在20世纪50至70年代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 广东毕竟是一个向外敞开的窗口,香港知名人士也与广东省党政领导人保持往来 从1957年起,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每年举办春秋两届,每年有大批香港同胞和海外华侨回来探亲 与内地相比,广东的官员和民众对香港及海外的情况和动向并不陌生 对广东省官员出动最大的,莫过于持续不断地出现边民偷渡逃港的事件 自1951年封锁边界以后,越港边界上的偷渡逃港事件就没有停止过 1957、1962、1972、1978年形成了四次偷渡高潮,来得最为猛烈的是1978至1979年 根本原因是境内外巨大的经济差距 与香港仅一和之隔的深圳农民,人均收入只有134元人民币 而和对岸的香港新界农民同期收入为13000元港币 这对边境农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文革结束,国门初开,进出境旅客大增 大批华侨和港澳同胞回来探亲观光 同内地亲友和群众广泛接触 并带进大批内地紧缺的商品和生活用品 在当地,家族中有无华侨或港澳关系 生活条件对比十分明显 有些日偷渡客在境外获得成功 回乡探亲时被奉为上宾 在民众中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 于是无数人不惜冒死逃港 1977年11月11日 广东省委将逃港事件向正在广州的邓小平做了汇报 邓小平听后说 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对此,广东省的领导人也是心知肚明 1978年3月 国家纪委外贸部工作组到保安、珠海 就建立出口生产基地问题进行调研 与保安、珠海共同制定了生产和出口的年度计划和三年计划 五年规划 5月6日 纪委副主任段云率领的赴港澳考察组 经与广东省委习仲勋、刘田夫等人共同商议 回京后 向中央提出把靠近港澳的广东保安、珠海化为出口基地的意见 获得同意 1979年3月5日 国务院同意将保安县改为深圳市 珠海县改为珠海市 此时的出发点是扩大出口增加外汇 还没有建特区的思想 不过在国务院的批复中有一句话 吸收港澳同胞和华侨的资金 合建工厂、农场和其他事业也可失败 与广东省不谋而合的 还有香港招商局提出的建立蛇口工业区的方案 招商局是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于1872年创办的 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1950年 招商局香港分公司的13条轮船起义 从此成为交通部驻香港的代表机构 几十年来 香港迅速崛起 香港招商局却经营困难 1978年10月 袁庚被派往香港主持招商局工作 鉴于香港地价太贵 仅次于东京银座的情况 袁庚产生了一个想法 在广东边境地区建设一个招商局工业区 利用广东的土地和劳力 加上香港和国外的资金、技术和全套设备 将同时拥有内地和香港两方面的有利因素 招商局先同广东省委交换意见 双方一拍即合 共同起草了 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 在广东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 报送李先念并鼓舞院 1979年1月底 李先念在召见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和袁庚时 当即表示赞同 随即用铅笔在地图上南山半岛画了一条横线 笑着说 就给你们这个半岛吧 南山半岛 足有20至30平方公里 大大超出袁庚的意料 袁庚没敢要 只要了其中2.14平方公里 7月20日 蛇口工业区破土动工 成为中国第一个出口加工区 此时 广东省考虑跨出更大的步伐 1979年1月 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召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 传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大会给与会者印发了欧日亚洲四小龙利用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加快发展的材料 引起热议 这给了广东省领导以重大激励 在省委常委会上达成一个共识 要利用广东批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 引进先进技术设备 搞补偿贸易 搞加工装配 搞合作经营 1978年底 1979年初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 从香港请来很多工商界朋友咨询发展之策 有人提议搞自由港 这启发了吴南生 他在3月3日省委常委会议上提出 在汕头画出一块地方搞试验 常委们都表示赞成 习仲勋当即表态 先起草意见 4月中央工作会议时 我带去北京 4月1日和2日 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会议确认 根本的出路是希望中央给广东放权 让广东先行一步 提出在深圳 珠海 汕头 根据国际惯例 画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 名称初步定为贸易合作区 因为叫出口加工区 怕与台湾的名称一样 叫自由贸易区 又怕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 4月3日 习仲勋附今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后 请示华国锋 希望中央放权 让广东先走一步 还要求在深圳市 珠海市 汕头市 画出一块地方 仿效外国加工区的形式 单独进行管理 华国锋 同意放权 会上 福建也提出 在厦门建立出口加工区的要求 当时中央的精神是开放 究竟怎么开放不知道 同意给予广东 福建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让两省在对外开放方面先行一步 其中包括在广东的深圳 珠海 汕头 福建的厦门等地 是办出口加工区 作为华侨和港澳商人的投资场所 出口加工区 对负责对外开放的副总理古木来说 并不陌生 1978年6月 他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时 就提到了国外利用加工区 自由贸易区等形式 引进外资的情况 当时世界上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 设立了500多个出口加工区 自由贸易区或自由港 不过 加工区的名称一时定不下来 汇后 古木向邓小平汇报 邓小平说 还是叫特区好 闪干您开始 就叫特区吗 但邓小平又说 中央没有钱 可以给些政策 你们自己去搞 杀出一条血路来 在这次会议印发的文件中 提出搞特区的 还有上海崇明岛 但后来没有批准 此后 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任仲宜 曾向华国锋提议 将大连建设成北方的经济特区 古木受华国锋委派到大连考察后 提到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 但因发生意见冲突而被搁置 5、6月份 古木受中央委托带领国务院进出口部 财政部等十多位负责干部 前去月敏梁省考察 帮助梁省起草了吸引外资和扩大开放的报告 7月份成为政策发指梁省 政策有三项重要内容 第一 对梁省的财政实行大包干 广东省上交中央十个亿 多收的钱归自己 福建省每年中央补助两个亿 多花了中央不给 创收了也不减少补助 一包四五年 这对当时统筹统治的财政体制 是一个很大突破 对广东省来说意义重大 第二 给梁省对外交往的方便 即给予外商投资项目审批权 人才交流审批权 第三 办出口特区 新办特区是对外开放最重大的举措 不过最初只是作为广东 福建两省特殊政策的一部分提出来的 开始并不特别引人注意 后来逐步单列出来 由中央进出口管理委员会 归口管理 后来 古木又去广东提出了特区发展的五条建议 第一 特区主要吸收外资和桥资进行建设 第二 特区建设要做好总体规划 分批分期铺开 先搞好基础设施 创造好的投资环境 第三 先上投资少 周转快 收效大的加工工业生产项目 根据条件逐步发展房地产和旅游业 第四 为鼓励外商来特区投资 可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和土地使用费收取标准 第五 特区的管理 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前提下 采取不同于内地的体制和办法 特区的经济活动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这次会议采纳了广东提出的建议将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 搞特区必须有法可依 1979年年底 鼓务着手组织起草特区条例 先委托广东省起草 后责成国家进出口管委会组织论证 1980年4月 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由省人大通过后 8月26日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批准 8月27日公布 起草中借鉴了海外法规 但没有照搬 例如地租一词国际上通用 但在国内是敏感词 容易与租借联系起来 经斟酌改称为土地使用费 条例决定广东省设立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 代表省政府对各特区实行统一管理 其职权包括审核投资项目 办理工商登记和土地合配 兼有举办教育、文化、卫生和各项公益事业等 1981年11月26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又授予广东、福建两省 制定所属经济特区单项经济法规的权利 这对于地方发展非常重要 经济特区条例及随后制定的各项具体法规 向到特区投资的外商给予优惠政策 如在土地使用年限、使用费额方面给予优惠 土地使用年限为工业用地30年、商业用地20年、商品住宅用地50年 土地使用费每年每平方米为 工业用地10至30元、商业用地70至200元、商业住宅用地30至60元、旅游建筑用地60至100元 每三年调整一次、调整幅度不超过30% 外商可以独立经营、可雇佣外籍人员 进口所需的生产资料免征进口税 企业所得税率定为15% 对条例公布后两年内投资新办的企业 或投资额达5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 或技术性较高、资金周转期较长的企业给予特别优惠待遇 所得合法利润和收入缴纳所得税后可自由汇出 所得利润在特区内在投资可申请减免所得税 经同意,客商可自行招聘中国职员和工人 必要时可以解雇、简化外籍及港澳人员出入境手续等 这些规定比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赋予到内地投资的外商更加优惠的待遇 例如,内地只能办合资企业 在特区外商可办独资企业 内地外商所得税税率为33% 特区则仅为15% 比香港税率低两个百分点 条例原理土地平整和供水、排水、供电、道路、码头、通信、仓储等公共设施的建设 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后采纳海外人士的建议 改为由特区管理委员会负责 但在产品销售方面 比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限制更严格些 规定特区产品主要供国际市场销售 若向国内销售 需经有关部门批准 并办理海关补税手续 特区条例的公布 标志经济特区的建设正式启动 条例的公布在外商中反响积极 除了对各项优惠政策感兴趣 外商尤其看重特区管理委员会的设立及其全权管理 这意味着可以绕开现行体制部门林立 程序繁复的官僚主义 提高办事效率 从此 外资在中国投资就有了超国民待遇 中共的目的也很明确 让他们为政府赚外汇 当然 条例的公布也有利于特区居民致富 持续不断地逃港潮至此戛然而止 随后 国务院批准四个特区的区域范围 深圳经济特区面积327.5平方公里 此前经国务院批准 交通部香港招商局投资新办的舍口工业区 也化为深圳经济特区的一部分 珠海经济特区面积6.81平方公里 汕头经济特区面积1.6平方公里 厦门经济特区面积2.5平方公里 四个特区最初批准划定的面积 共338.41平方公里 以后 珠海 汕头 厦门经济特区的区域范围有所扩大 到1990年底 四个特区的面积 扩大到632.1平方公里 在特区与非特区的分界线 架设铁丝网 修建巡逻公路 设置哨卡和检查站 实行封闭式管理 特区开发之初 资金筹集是一大难题 用中央财政拨款 搞基础设施建设是不可能的 中共只给予税收优惠和信贷倾斜 中央给了深圳3000万元开办费 很快就用完了 特区开发走了一条多方筹资 负债开发的路子 从三个方面解决了筹集资金的难题 一是使用银行信贷 二是收取土地使用费 以地生财 以财养地 三是吸收利用外资 包括从国际金融市场筹借贷款 中外合资 合作经营建设基础设施等形式 四个经济特区 从1980年下半年起 相继投入开发建设 首先搞平整土地 通水 通电 通道路 通电信 通排污管道 通煤气 通排红 及七通一瓶 接着新建工业厂房 商业楼宇 居民住宅和生活服务设施 为吸收外商投资和企业生产经营创造条件 从1980年起 一批投资先行者开始进入特区 到1983年 累计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522个 协议外商投资金额29.1亿美元 外商实际投入3.99亿美元 其中深圳特区实际较大 累计实际吸收外资2.85亿美元 批准各种外商投资企业420多家 不过大多是周转快的小项目 对于广东 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以及新办4个经济特区 党内始终存在不同声音 不过邓小平的态度很明确 他希望两省先行一步 为全国的改革开放闯出一条新路来 1980年冬 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仪接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清工业部部长梁林光为第二书记 向南出任福建省委常务书记 任仲仪和梁林光赴任前 邓小平 叶剑英为首的改革派接见了他们 给予明确支持 当时在邓小平心里 特区不只是深圳 珠海等4个地方 而是广东 福建全省 邓对任良二人说 特区不是仅仅指深圳 珠海那几块地方 是指广东 福建两个省 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 中央讲的是两个省 你们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 对于搞特区 你们要摸出规律 搞出个样子来 按照任仲仪的理解 中共让月敏梁省搞特区 就是允许梁省在执行中央政策时 有灵活变通的权利 强调要想迈出改革开放的脚步 必须善于变通 然而 梁省的特殊政策刚一开始 就遇到经济调整的考验 1980年12月 中央工作会议确定 对经济实行进一步调整 会上 政治局常委讲话都没有明确 两省执行调整方针可不可以特殊 在闭幕会上邓小平表态 在广东 福建两省设置几个经济特区的决定 要继续实行下去 但步骤和办法要服从于调整 步子可以走慢一点 随后 胡耀邦主持召开广东 福建座谈会 确定调整时期广东 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 灵活措施的步子要稍慢一点 但中央的方针是不动摇的 然而 中央一些保守派生怕广东越轨 不少文件都加上一句 广东 福建不例外 广东和福建两省都赶到 还没来及真特殊 真灵活 真先走 又被捆了手脚 没法先行 为了让高层统一意见 1980年9-10月 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 带领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月敏两省 以及深圳 厦门两个特区负责干部组成的九人小组 到斯里兰卡 马来西亚 新加坡 菲律宾 墨西哥 爱尔兰六国的九个出口加工区 自由贸易区进行考察 途经日内瓦时 还邀请联合国组织十多位专家举行了两天讨论 归国后 向中央做了汇报 会议提出经济特区建设多项政策 其中包括 一 在特区内实行与内地不同的经济和行政管理体制 外商投资企业所占比重可以大于内地 二 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三 给予来特区投资的外商比内地更优惠的待遇 四 特区建设所需的资金由国家给予财政和信贷支持 五 允许特区银行吸收的存款全部用作贷款 六 深圳 珠海两市的财政收入 1985年以前不上缴 期满后又延长5年 七 特区的外汇收入单列 增收部分5年内不上缴 期满后又延长5年 八 特区的对外贸易自主经营 并可代理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委托的进出口业务等 六月份 中共高层又就特区开发 开了一次专题会议 随着特区引进外资工作的展开 保守派的反对声音不断提高 既怕特区搞成资本主义 又怕打乱经济全局 有人认为 特区香港化了 特区就是租界 由老革命参观深圳后 失声痛哭 认为他们打下的江山正在变色 还有一种不满 来自内地省份 主要基于地区利益冲突 我们在解析中国票证制度里面说过 中国的票证制度是在1992年底才废除的 而广东早在1984年就废除了统购统销和票证制度 先是广州市放开蔬菜 糖鱼 水果等农副产品价格 不久 全省农副产品价格也几乎全部放开 原126种统购统销产品 广东取消了85种 广东的价格一放开 市场就活跃起来了 临省的商品大量流入 加剧了这些省份的供应紧张 广东外汇多了 可以用较高的价格收购出口商品 外省的出口货源也大量流进广东 引来周围省份的强烈不满 随着两省政策的放开 商品价格的快速上涨 两省的走私热潮也随之而来 当时 国内市场民用商品严重匮乏 电视机 录音机 计算器 优质布料等都是紧俏商品 国门一开 走私潮就开始泛滥 主要集中在广东 福建 浙江等沿海省份 在广东 沿海地区普遍出现了渔民不打鱼 工人不做工 农民不种地 学生不上学 一窝蜂式的在公路沿线 街头巷尾都受走私货的现象 为打击走私 中共先后下达了多个文件 比如1980年7月17日 国务院 中央军委 批准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等部门 关于加强对华侨 港澳 台湾同胞进口物品管理和打击走私 投机倒把活动的报告 这份文件由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署 就知道军队参与走私的情况非常严重 文件中说 参与走私 投机倒把活动的 有华侨和港澳 台湾同胞 有外国人 国内有工人 干部 农民 现役军人 其中有些是党团员 高干子弟 他们组成集团 有收购 转运的 有窝脏 销售的 走私与投机倒把相勾结 沿海与内地相勾结 连城一线 遍及各省 走私愈演愈烈 与一些地方政府的默许有关 这些地方不少领导人把走私看作发展地方经济第一桶金的想法 有人以为了集体 没装腰包为由 为一些地方组织参与走私做辩护 1981年海丰走私猖獗之时 政府廉价买下走私货物再卖出去 所得利润交给地方财政 这种做法使广东省背上了走私贩司的恶名 这引起高层保守派的激烈反对 不只是经济上的 更是政治上的 他担心大批干部参与走私 一些地方党组织和军队卷进走私狂潮 暴力之下 趋之若鹜 这样下去 共产党的天下要玩 1981年底 中纪委工作组到广东调查走私情况 回京后写了一份信访简报 披露广东省一些领导干部 极端严重的走私贩司的犯罪活动 引起高层高度关注 高层要求两省严查走私问题 后面又有中央督导组的巡查督导 两省书记束手束脚 不开放经济 一潭死水 一开放地方官员联合军队疯狂走私 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2月11至13日 中共高层专门开会 招两省常委领导进京 商讨整治走私问题 会上 任仲宜 刘田夫做了汇报 还是希望中央能坚持开放 但保守派把反对的调门提得很高 肆意夸大走私的危害 甚至说广东这样下去 不出三个月就垮台了 还要将走私上升为积极斗争 当然 高层改革派 坚持继续改革的说法没有变 只是为了堵住保守派的嘴 一周后又把任仲宜招进京 让其交奋检讨书 3月1日 中共中央将两会纪要 和胡耀邦等的讲话批转全党 并附有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写的 旧中国租界的由来 矛头直指深圳特区 高层当然会反对 都是手握重权的人物 凭什么只有你越敏两省的官员 可以发大财呢 很快 国务院各部都去深圳占地盘了 地盘占到了 反对的声音也就消失了 这个本期节目也会讲到 作为权力核心的邓小平 也明确反对走私 他说 这股走私风一定要杀主 但不能搞运动 任仲宜也很难 既要贯彻中央会议精神 又要稳定广东局势 他不知如何是好 回广东前 任仲宜问胡耀邦怎么传达 胡耀邦回答得很干脆 哪些话可以传达 哪些话不可以传达 由你自己定 这就给了任仲宜一定灵活性 据雷宇回忆 任仲宜从北京回来后 曾询问过他这个报告怎么做 雷宇答 上路下头 两头都很重要 但根本还是下头 如果两头不能坚固的话 就要保住下头 如果下面搞乱了 最后要负责任的还是你 后来任仲宜就召开了半个月的 省市县三级会议 强调特区还要继续搞 但走私犯私也要坚定打击 还强调只要不往自己口袋装 就不过分追究官员责任 走私狂潮出现后 中共元老陈云对办特区的态度 也更加谨慎 他强调说 事办经济特区陷于深圳 珠海 汕头 厦门四个市的部分地区 广东不是全省特区 福建也不是全省特区 现在只能有这几个 不能增多 陈云提出 既要看到特区的有利方面 也要估计到特区带来的副作用 现在第一位的任务是 认真总结经验 还特别提到 像江苏这样的省 不能搞特区 将这一代历史上是投机活动 有名的地区 坏分子的活动熟门熟路 后来 陈云在广东关于特区工作的报告上 批示再次强调 特区要办 必须不断总结经验 力求把特区办好 从中可以看出陈云对特区政策的基本态度 他不反对事办经济特区 但他坚决反对扩大特区的范围 尤其反对在中国的经济心脏 将这地区办经济特区 其实这里 陈云没说的话更重要 上海以及江浙 从隋唐以来就是中国的前辆中心 北方短缺的粮食需要从江南调 中央财政三分之二来自江浙 当时改革能不能成还是个未知数 在这种情况下 拿江浙户冒险 就是拿中共政权冒险 这才是江浙户没有成为经济特区的根本原因 直到广东 福建搞改革 闯出一条致富之路来 开放政策才扩展到江浙户 在几个经济特区中 深圳是最受关注的 随着深圳的名气越来越大 来深圳考察的人越来越多 中共高层来深圳考察的也不少 前有王震 廖成志 古牧 胡乔牧 后有杨德志 胡耀邦 薄一波等 特区怎么搞 谁也不清楚 特别是在中共计划体制的前提下 特区建设的路子确实只能靠摸索 深圳市委书记梁湘提出一个蚂蚁理论 只有让第一批蚂蚁尝到甜头 才会引来更多的蚂蚁 1982年1月1日 深圳市政府出台了一份法规 与外商合资开发土地 11月 梁湘主持制定 深圳经济特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大纲 确定以工业为重点 兼营商业 农牧 旅游 住宅 科研等多种行业的 综合性社会主义经济特区 来深圳考察的中央领导人 对深圳的发展路子有赞成的 有反对的 内地舆论对深圳的议论也很多 一则深圳市政府允许与外商合资开发土地 一时间舆论哗然 有人骂姓梁的把国土主权卖给了外国人 是卖国贼 二则有人批评深圳生产型企业太少 酒店太多 三则批评深圳靠中央输血 1983年 一位中央领导在舍口说 深圳经济特区是靠国家输血活命的 一旦把输血针头拔掉 他就不行了 当时深圳的开发确实吸引了中央 国务院许多部委投资 据原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回忆 当时一个副总理就带了十多个部委 办到深圳参与成片开发 比如舍口是招商局 南头区40平方公里是石油部 世界之窗是国务院桥半岗 罗湖这一片是经贸部 南山大道两旁是电子工业部 比加山是机械工业部 小梅莎是共青团中央 因为中央各部委也分享了深圳发展的红利 所以后面的反对声音 主要来自还没来得及发财的各省官员 胡耀邦等对良湘给予了明确支持 1982年11月5日 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 讨论特区政策 又进一步明确了经济特区政策 规定轻工业3000万元以下 重工业5000万元以下项目由特区政府自行审批 外商银行经批准可在深圳开业 允许特区从内地招聘人才等 这就让深圳在吸引外资时更具吸引力 以上就是改开支出设立特区的过程 下面我们还会讲到海南洋浦港 上海浦东新区 深圳交易所的由来 冲破意识形态的迷雾 用更广阔的视角理解历史 理解我们当下的生活 我是墨迹 我们下次再见 下车 下车 轻转的 转的 转的